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合理的膳食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两条原则 一条就是找方找治 就是说有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点小毛病 现在80%的病都是慢性病 包括肿瘤都是慢性病 那么早点发现早点治疗的话是最上策 对于保持健康是最关键的 不是说自己 而是整个社会 就是什么 绿色环境 也就是说一共六条 除了那四条以外 还有两条 一个就是早症早治 一个就是绿色环境 绿色环境意味着什么呢 空气 水 食物 土壤 这些方面 这个是需要整个社会和政府的努力 才有可能真正的保证健康 那你这个前头几条做得再好 要是生活在一个污染很严重的环境 或者说是吃的一些食物总是有毒 或者喝的水有毒的话 你再自己健康搞得再好也没用 所以这一条也是我们保证 身体健康的一个必备的条件 年轻的时候我是非常主张 年轻人参加一些竞技运动 竞技运动它除了一个对身体有好处以外 它还有培养人的意志和坚持 还有就是团结等等这方面的素质 我想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竞技运动对我的帮助很大 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它主要是对体能的一个也是锻炼 但是逐渐变成保持体能 也不要再让它衰退 那么现在最适合的运动 对老年人一个是走路 当然可能能够做慢跑是最好 但是不能慢跑走路 因为慢跑还会对膝盖有时候还是会有些异象 但走路是最适合的 另外一个比较适合的运动就是游泳 我们知道我们广州一位最出名的五官科的大夫 是四一的刘主任 他今年106岁 所以他每天都坚持一下游泳 生活从简运动从水 就是说在水里头它可以减轻这个关节的负荷 同时对心脏也有锻炼作用 所以他到现在106岁 每天还到水里头游泳200米 这是两样最适合的 当然假如说年纪大了 膝盖各方面不适合的话 应该说太极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太极拳我是没怎么做过 但是我看了很多的一些研究 以及我的病人的研究 对他主要是一个内力 逐渐进力或者叫进攻 所以他这个训练大腿 以及身体的这个柔韧性 以及力量方面呢 也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也适合老年人 对心跟肺的负荷不是很重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锻炼的方法 在一定意义上比瑜伽更加有加力 好了 听完专家的分享 咱们就该看看自个儿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第一 关于平衡心态 请大伙儿想想 每次伤心哭过之后 是不是会头疼 还有那个驴烤不重 被人耻笑 好不容易熬到重举的犯禁 为什么会开心到疯掉 还有一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一个西方的朝圣者 陆遇温神 朝圣者问 您这是去哪儿啊 温神回答 上八哥达城 所命五千 过了几天 俩人又重逢了 朝圣者问 哎 之前您说 所命五千 那怎么八哥达城中 竟有五万人没了呢 温神说 十杀五千 愚者皆因恐惧而亡也 当下实意横行 恐惧是很自然的情绪 但是不要被吓破胆呀 咱们可以选择 调控自己的情绪 平衡自己的心态 再说适当运动 慢跑确实不是适合所有人 专家不是推荐了吗 走路 那大伙也得悠着点 要是一下走两万步 那可不适合养生啊 当然还有游泳 太极拳也是专家们推荐的 第三 合理膳食 咱们都知道病从口入 这一是说 疾病大多数是经过食物传染的 告诉咱们要注意饮食卫生 更是提醒咱们好多病啊 那真是吃出来的 像非典 现在的新冠病毒 咱们都知道有多厉害 那平时不起眼的各种油炸食品 大家也少吃为妙吧 毕竟好多报道说它们破坏维生素 致癌 还是心脑血管病的罪魁祸首 还有酸菜 腌菜等腌制类食品 对肠胃有危害 会加重肾脏负担 加大患鼻咽癌的风险 还有肉干 香肠 肉松 这些加工类食品 含有大量防腐剂 含有致癌物 亚硝酸盐 大伙要健康养生 这些东西就少吃 或者不吃吧 反正各类食品厂商 是不会停止生产的 而咱们能做到的 就是可以选择吃或不吃 吃多少 怎么吃 第四点呢 早防早治 专家也说了 每个人都会有点小毛病 80%都是慢性病 早点发现 早点治疗是最上策 你想想 咱买个房子 买辆车 想经久耐用 还得里外清扫 日常保养 那咱自个儿的身体 您里外清扫过吗 日常保养 又做得怎么样呢 再说第五 绿色环境 这当然是保持健康的 关键外在因素了 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它更是整个社会的行为 好在呀 咱们已经有意识地 去维护 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越来越多的人 都知道 要保护空气 水 食物 土壤等等 那 在咱们整体的生存环境 改善的同时 怎么让自个儿有个 更好的居家生活呢 您瞧 外边PM2.5太多 那咱家里呢 还是得关好窗户 打开空气净化器吧 再有每天喝的水呢 洗澡用的水呢 一个是喝到肚子里 一个是接触全身皮肤 那可是咱第二大呼吸系统呀 不知道自来水里头 四氯酸钠是个什么鬼 也不想看到自来水烧开以后 那一大层水垢 还有淋浴喷头积累的水垢 不过用上净水器 还是挺管用的 可是 那类反渗透净水器 把自来水变成超纯水 让水里有用的矿物质全没了 那也不成 还有桶装水 三天喝不完 细菌超标多少 网上怎么说的都有 我还是接一壶净化过的自来水 烧开了喝吧 说了这么多 简单点 就是吃什么 用什么 都是咱自个儿可以选择的 那就首先选择 平衡自己的心态吧 已经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枯干 我选择相信 选择摆脱负面的情绪和影响 想到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人和朋友 我选择喜乐的过好我的每一天 把我的喜乐和平安 传递给远在他乡的父母 妹妹 亲朋好友 我为大家 为我的国家 为我生活的整个星球祈祷 大家平安 都没回来 我感谢您的心态